大家好 前几天的话 接到一个自称是莫斯科 选文会主席的人给我打电话 然后他就说 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 希望你赶紧去重新升一个博士 到我们这地方留学 然后每个月还有什么 什么助学基金啊 教学金 我说 对我确实很小回博 毕竟父母年纪大了 但是留几点吧 第一点就是 三万三确实凑不出来 而且我没有跟上大部队 估计我要买机票的话 可能还是按原价买 那样的话再加上费用 有七万块钱 我真的凑不起 然后他就说 然后这个学生会长就说 哎呀 现在命比较重要 你可以让你父母去借钱吗 我说 那一开始时候不是有几架飞机都是免费的吗 他说 那是公牌省 国家会给出钱的 那我说行吧 那我不是公牌的 但问题是 我家农村的 他一时半会儿也凑不了这么多钱啊 是吧 可能是最低三万三 往上了七万块钱 我确实一时半会儿也借 也借不到 亲戚也都是农村人 然后他就说 那没事 你可以去支付宝贷款吗 对吧 你去支付宝贷款吗 对吧 挺好的 然后还反复强调说赶紧回去啊 然后把视频该删了删 我说删视频也行 但问题是能不能就华人群里面吗 都已经就已经传了半个月了 我是什么反人类啊 我是什么叛党叛国的 我也知道是谁弄的 就麻烦您能不能稍微让他们平息一下 不要老是污名化我了 不骂我就行 从现在开始不骂我就行 以前什么呢 我也我也对吧 我也没本事管人家 就是求你 从现在开始让他们别骂我行不行 然后他说我管不了 我们是两个系统的 我该怎么说呢 我拍这些视频只是 为了自保 对吧 你天天说我是反人类 叛国叛党 说我是纳粹 说我突破人类底线 我这 难道我就不应该拍个视频去自证一下吗 我看一下我每天干什么 让别人知道我每天在做什么 对吧 我到底怎么反人类 怎么纳粹了呢 我当个贞任者都成了反人类 而且您竟然是让我回去 我当然愿意回去了 对吧 父母都在家 但是 但是你 你直接让我们去 资不保借债 我 说实话 我真的是 没办法 没这个脸去做 我都这么大好几人了 是吧 我父母年纪也大了 让他们凭空 添一下债 我们这群农村人 一个月也就花了一千块钱而已 一年 是吧 也花了一万块钱 这七万块钱 等于七年的 七年的那个 消耗了 这真的是 很大一个数 而且我的那些所有证书都在哈尔科夫坐着 回去以后找什么工作 怎么样去学历认证 这些东西多年没解决 而且 如果有人弄我怎么办 对吧 就比如说一开始 把我们都抛弃 那个学生会主席 到现在还 在留学群里面发号室灵 我没有想 我知道 我也没有想要干什么 我只是单纯想 能不能保证一下我的安全 就是说停止污名化我行不行 钱的话 我自己想办法做 自己想办法借也行 但估计也借不到 但是 但是 但是能不能不要污名化我 而且污名化我 让我觉得逻辑很不通 你知道吗 他又说我反党了 又说我是极左 我就闹不清了 左派 可能是某些人上学时候没有学好吧 就是我补充一下 什么是左 什么是右 左的话 我好像是法国大命时期吗 然后那群 无涛酷汉 那群最底层的那群 手工业者 农民 工人 他们是左 他们坐在议会的左边 想砍国王脑袋 右边那群是大贵族 皇族 他们是想支持皇帝的 留下皇帝 皇权 我没有皇帝老爹 如果是从族谱上 也许我 我们家一千年前还建立过王朝 是赵家人 是吧 但我这只是一个普通老农民而已 我奶奶还是要饭的 对吧 这个出身肯定和皇族没什么关系 该怎么说呢 那我 而且我一个农村人是吧 也没皇帝亲戚 那我怎么可能 是和皇帝那会儿 所以说我肯定是一个右 不是不是 肯定是个左 对啊 肯定是要砍国王脑袋 那一个左派 对 但问题是左派的话 左派一般都是什么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民族主义的 买七八糟的 你既然说我是左了 然后又说我反党 是不是逻辑不通 其实我一直 虽然这吐槽不是点吗 但我只是觉得你们在污蔑我的时候 对吧 又说我反党 又说我极左 对吧 话说一开始 对吧 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不都是在各国家 不都是左翼的吗 对吧 可能你们是想骂我 极右 但我一个 平安家庭出身 没有皇帝亲戚 也确实右不了 实话实说吧 假设我要穿越到法国 到法国的大革命时期 我确实也很想看路易十六的脑袋 内心想法 所以说 我就把之前那些人骂我的那些视频 放到 那个图片 放到我那个后面吧 让大家看看 我到底是怎么样被污蔑化 所以说 该怎么说呢 我拍视频是自保 因为我真的害怕回头要 弄我 行吧 就是废话这么多 我拍视频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